疫情重創环球经济,即使几个主要经济大国推行大营量化宽松,也只能令全球经济的收缩速度略为减慢。 要令经济重生,相信要等到大部分国家将疫情压下来和有疫苗来医治这世纪疫症了。 虽然市场不乏资金,但由于实体经济已受重伤,所以即使股市能够再升,也不会重现今年3月环球金融市场溶断后的惊人反弹。 下半年的环球股市是有隐忧的,主要原因是美国总统大选会在今年11月举行。 现时争取连任的特朗普在民意上远远落后于民主党对手拜登。 如果特朗普要打败拜登,他很可能会推出更多针对中国的政策,希望带动仇中情绪来争取选票。 一旦特朗普采用这方法来为自己争取胜算,北京政府在未来几个月肯定有排售料。 中美交互所产生的地缘政治风险是难以估计,但两大国双争必会为环球股市带来巨大震荡。 因此,大家在投资上必须考虑如何避险,这才是投资的黄道。 诚言,在投资市场的视野变得越来越低时,最佳的避险工具肯定是黄金。 这亦可以解释到黄金价格又创下52周新高。 再不者眼中,金价极有可能升上2000美元大关。 中不中,年底前便有答案了。